西安的美食 好 那我今天呢 想做一道 哇 我非常喜歡 而且非常懷念的一個西安的美食 我記得我去西安 包括旅行的話 應該是去過三次 三次 那深處的自助旅行的話 有一次自助的旅行 然後呢 我吃到西安的老孫家的羊肉泡膜 我現在還印象非常的深刻 那我這個是羊肉泡膜的話 我要皮酥一點 我覺得這樣才會好吃 好 那這是我今天要教你做的外皮 至於肉呢 來 我們看一下 我如果一鍋的肉來 來 請鏡頭把它帶過來 不要先擠這蓋頭來 我用很小火來 登登 哇 你看 只有我用小小的火 我不敢 因為我已經滷了兩個多小時的 它已經入口即化了 有沒有在流口水啊 好香喔 好香 非常香 這是一個蹄膀 這其他都是東坡肉 東坡肉的做法 我等一下就出門告訴你們 東坡肉 它就是呢 怎麼做 還有它水跟香料的比例 好 先讓你們乒乓一下下 我讓它的小火再繼續把它燒熱 等一下我就是要這些肉來 夾在我們的磨裡頭 好 滾好了沒 OK 要蓋起來喔 好香味 我再用小火讓它 因為我滷了 兩個多小時 泡不止一個小時啦 普通滷東西喔 你滷兩小時要花兩個小時 東西才會出味才會好吃 好那我們言歸成這樣 最重要的就是磨 你會做磨之後呢 你不一定要夾肉啊 你夾蔬菜啦 吃素人就夾蔬菜啦 或夾你喜歡的東西都OK啊 或是呢 你直接夾一塊焢肉也可以 或是呢 漢堡肉餅也可以啊 OK的 還夾點生菜啦 或沙拉啦 或是馬鈴薯沙拉都行 好的 現在就過來 來 我自己的中筋麵粉 我量好了 中筋麵粉 這裡頭有300公克 因為我做 你要做多 你就一直在推 Double增加喔 酵母粉 快花乾酵母呢 我二分之一小時 差三公克 二分之一小時 我量過了喔 二分之一小時 有點煎起來這樣 三公克放進來 快花乾酵母 好 這裡頭也是有三公克的 就是Backing Powder 就是泡打粉 泡打粉 也是三公克 這兩樣東西 它也要小花一下 然後這裡頭呢 我們首先 這裡水多少 這很重要喔 300公克的中筋麵粉 三公克的泡打粉 三公克的酵母粉 然後呢 這裡頭有150cc 150cc的溫水 150cc的溫水 來 來 我把它攪拌在一起 然後先把它拌在 拌成有點綿絮狀 好先把 這溫水 用溫水喔 比較快花 好的 然後這裡頭 我沒有放椰 你也可以放少洗也 沒有關係 我沒放 這裡頭呢 我還要放 你豬油 豬油用豬油 老是喜歡用這個 蚵油 好香的純蚵油 這裡頭 你看這蚵油 好香喔 我差不多 嗯 這才放到50公克 放到這麼多喔 你看 好 如果有豬油也可以 雞油也可以 那老師剛好呢 有這個蚵油 我喜歡放蚵油 而且我喜歡讓它酥一點 所以這裡呢 我放了將近有 50公克的油 我先不要蓋起來 我先放在旁邊 好的來 喔 趴勝 好來 這時候我再攪拌一下 我就這樣攪拌它的外面 麵團 好 攪拌成西狀之後呢 我就要用手來揉 來拌揉它了 好 我有比較 比平時多一點 那因為我那天去吃那個 在內府吃的那家肉夾模 它外皮是酥脆的 我喜歡 我喜歡酥脆的 軟Q的話適合做 羊肉泡模 就是加湯進去的 它是軟Q的 那我是喜歡這個外皮酥酥的 這樣子 好 OK 好 這樣我就來揉它了 來拌揉 揉成團狀 好 好 我們的好朋友 大家都是 烹飪的高手 尤其呢 麵食 好多人都好厲害喔 知道 揉到三光 充分的扮演 好 我現在是用按壓的方式了 按壓 成團之後呢 那我就要來用手 來揉了 揉到光滑 拿出來這樣比較好揉 因為那小小的盆子不太好揉 好 緩護的 揉成團 光滑的團狀 揉到光滑的團狀 揉到光滑的團狀 揉到光滑的團狀之後呢 我要讓它鬆弛 20分鐘 夏天20分鐘不要太超過 它會太膨鬆了 如果冬天的話呢 你可以最多到30分鐘 不要太久 因為我們不是做麵包 好 好 我繼續揉 我今天是300公克 這樣子 讓它鬆弛之後就會更光滑 好 我就把它放在我們的 原來的容器上面 然後我用個PE膜來把它蓋上 因為你如果沒蓋上的話 上面表面會乾乾的 好 平時我是反蓋啦 把它用這個盆子包扣過來 那今天我放這樣子讓你們看一下 好 這樣啊 讓它鬆弛 20分鐘 好 到這裡為止 讓它放到旁邊已經涼快了 你看 是光滑的麵糰對不對 光滑的麵糰 這已經鬆弛了 20分鐘了 我把它拿出來 你看看 有點這樣 有點花 對不對 感覺 好 那這樣子 就可以來操作了 走光滑 搓成長條 搓成長條狀 你可以這樣再折過來 這已經很軟的軟糰了 好 那這300公克的話 我把它平均 我平均把它切 切成六等份 六個小糰 六個小糰 這樣才 每一糰才八十幾公克而已 你們可以切到 九十五公克左右 外面在賣的話 差不多一百一十公克 那我覺得 那好大喔 吃不完 像這個呢 300公克的麵糰的話呢 我把它切成六等份 知道齁 我們從中間 中間一刀 旁邊再兩等份 兩等份 好 這樣就六等份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把它切開了 這是因為家裡要吃的 自己吃的 沒有關係 外面賣的 就一定的重量了 不然有大有小 顧客會說 啊我可以 那小塊比較大塊 你看 這樣就變成六等份了 這我也沒有秤喔 不要那麼計較 沒有關係 來 這樣每個小團呢 我們把它搓成長條狀 搓成呢 前面 前面那個 比較胖 後面呢 比較短 瘦長 這樣子 尾巴這邊瘦長 瘦長 前面胖一點 尾巴瘦長一點 我放在旁邊好了 不然會影響我在切 切的東西 好來 這樣你們看得清楚一點 來 那我拿起擀麵棍喔 看一下 我拿起擀麵棍 來 從中間 這邊是不是比較瘦長 好 我從中間這樣 擀下去 往前推 好 推過來 就瘦長一點 前面有一個頭 對不對 對 沒關係 好 如果你喜歡更酥的話 這裡頭 你還可以塗油酥 好 我是告訴你 你可以再塗個酥 來 現在看喔 我撿起來 再往頭 頭丟往內摺 往內摺 摺起來之後呢 其實可以不用夾進去 我覺得它直接 來看 圈圈在上面對不對 好 我直接壓扁 你也可以這樣 將這個劑子呢 揉在下面 好 這樣子壓扁 牽扁在中間 好 那這樣就可以 就可以來擀喔 你看這樣子 對不對 好 我這是比較小 家庭吃的 外面還更大 可以到95公克 可以到110公克 好 你看是不是牽扁在這裡 好 我擀成 好 拿起來 擀圓片 來翻面再擀 來我看這師傅在做 你知道嗎 他擀成圓片之後呢 他很講究 但是後來我發覺 一樣的 師徒同歸 最後也是煎成一片薄片 不需要 他是這樣喔 他這樣 把他拿起來 手 拇指按在上面 這樣子 兩手這樣 其他的四隻手 一直這樣抓抓抓 讓他一個 類似一個 規規 冒盔的感覺 這樣子 他會弄這樣 這樣 變成這樣一個圓餅 煎的時候呢 那就煎煎的地方 就會有一個 棉花心的感覺 好 再扣回來 這鴨餅 就有鋼圈 所以他真正 叫做 虎背鋼圈 棉花心 是這樣子 但是呢 我覺得不需要 來我再 我先這個先這樣給你看 我們再來做 示範一個 再換面 這邊也擀 要有個厚度喔 要有個厚度 因為我們中間 等一下會脹起來 中間我們要剖開 要夾入我們的 肉汁 肉汁 肉汁肉 就是我們的 滷肉 紅燒肉 來你看 這樣子 你看我發覺 我現在就 不做成那個 帽狀 鋼盔狀 你看 我這個 鹽片 一樣是這樣子 那這個是有這樣 鹽片 可是等一下 我煎好的時候 放下去 鴨餅也是一個鹽片 所以呢 我覺得不需要這樣做 但是我還是給你們看一下 好了 真正道地的 他們師傅的做法是這樣 用這樣 一個鋼盔狀 這樣 一個鋼盔狀 好 這個先繞 這邊是一個梅花心 黃黃的 然後呢 繞黃黃就再翻過來 這鴨餅 兩面煎 但是最後 我覺得它 是最後是一樣的 反面 兩面都擀 要有一定的厚度 因為中間我們要 要包東西 好了 這樣就行了 這個我也是 看就看就看不慣 我還是把它擀成鹽片好了 因為我覺得 司徒同歸 最後是一樣的 一樣的東西 嗯 就會好大片 好的 來 我們用小小的火 很小很小的火 一開始我要拉這裡 這裡是用乾繞的 也就是說 不放油 但是呢 明明這樣說 也可以放少許 少許的油來煎 會更酥 那我用繞的好了 來 我先從這裡這樣 從中間 哇 也沒辦法 看我可以 可以繞幾片 喔 六片全部繞起來嗎 不行 頂多 頂多繞五片 頂多繞五片 啊 不要太貪心啦 這樣子 我會 會沒有 沒有距離可以弄 這兩片先放旁邊 這等一下我要來 我要來切 我們這肉 放手勢沾板來 來火要調小 不然會焦掉 小小的火 如果你的鍋子是很厚的話 更好 就是要類似煎水煎包 那個厚鍋子的話 或者煎那個 山東大北的厚鍋子的話 就是很倒地的 那就很好繞了 這沒那麼快 因為我才溫度的 所以我不用急著去翻它 不用急著去翻它 正宗的那個 那個 老同關 陝西的肉夾模 它是沒有夾 它只有是 紅燒肉而已 回瘦的 超 夾心肉 我用很漂亮的五花肉 帶點皮 帶點油的 但是呢 我個人是覺得 加點香菜 特別好吃 所以呢 我要切點香菜 加點香菜 我覺得特別好吃 所以呢 那我這裡就放點香菜 等一下我的肉夾模 裡頭要拌點香菜 如果你不喜歡不要 你也可以放點蔥花 都沒有關係 看個人的喜歡 那只是老師的感覺 我覺得這樣 拌了香菜之後 會更加的好吃 對 比較香 我們小夕魚也是老饕 加了香菜會更香 對 你可以換點蔥花 好 那我先把它直接裝起來 來我們香菜 那我等一下再夾肉起來 這是鎖十三板 好這等一下我切肉 沒關係 好的 我來小心來看一下 我要蓋蓋子 我們來看看啊 把它繞到 不然中間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 梅花芯 有一個梅花芯 有一個梅花芯 來 我剛剛有把它開大一點點 因為它很慢 來看一下 有一點這樣子 有沒有 好 來 這好慢喔 對 一定要烤 要上菜這些 要夾之前再烤 再烤更酥 先老先老 再烤更酥 對 你看 中間有一個千圈的 叫做梅花芯 那旁邊有一圈的 它叫做 鋼圈 黃黃的一個鋼圈 這很好笑 它叫虎背鋼圈 梅花芯 這是他們的講法 店家的講法 那我們自己吃的呢 不用那麼講究 只要好吃就好 那如果 你要更酥的話呢 我建議你 中間還可以夾點 那個就是 油酥 換點油酥 大家都知道嘛 油酥嘛 就是 一樣中間麵粉 那不用太多 可能30公克 你用30公克的熱油 熱油的豬油 沖下去半熙熙的油酥 這樣就行 這邊來 你看這有點 有點梅花芯了 那梅花芯它有點髒大 有點髒大 中間會有這樣的空芯 等一下我們要把它切開 再黃一點 不是光這樣 你也可以一口氣把它繞熟喔 那火要更小 然後你 塗一點點油 那會更酥 你也可以一口氣繞熟 但是呢 我是希望 我看餐廳也是 就是繞好之後呢 一口氣繞很多起來 然後呢就是它的烤箱 隨時是stand by在那邊的 因為生意很好嘛 就一口氣就幾個幾個 都是熱熱的 熱騰騰的 就是上海是很熱的 非常好吃 一定要吃熱的 好 我這樣要再繞一下 這個時候呢 我要來夾我的 東坡肉 讓它放涼 放涼 放涼一點 比較好切 來 哇 很濃 光這蓋子就很燙 就很重了 光這蓋子就很重了 光這蓋子就很重了 來 我把它撈出來 來 這個肉要好吃 掃 像東坡肉做法 掃著水 慢著火 火或燭食 它自美 要慢火人家水 就很漂亮的五花肉 先切兩塊就好了 來 等一下呢 它要拌點湯汁 所以它叫做辣 就辣汁 也就是滷汁就對了 好 這我等一下來切它 因為等一下要涼一點 它要比原來這樣 我就要熄火了 我現在這樣子就可以 移入烤箱 移入烤箱來再烤 我用 因為我的烤箱的溫度 比較 不是很高 所以呢 我用那個 200度 200度烤大約 10分鐘到15分鐘 如果你烤箱很強 很正常的話呢 你可能用180度 烤10分 照15分鐘就行了 那這我就移入烤箱來 放入烤箱來烤 這已經入口即化了 我輕輕一撥就可以爛掉 你看一下 有沒有 輕輕的 這樣子 它就可以爛掉了 然後呢 我就切片 你看 有夠滑 對不對 它就這樣切成碎碎的 就輕輕一撥就爛了 好啦 這不用太碎了 我這放過來 你看我切兩塊的 這 東坡肉 這個時候呢 我們淋上一點這醬汁 所以它是叫辣汁 就這樣子 這個我們的滷汁 滷汁淋上一點 讓它肉濕濕的 這叫辣汁 不要淋在麵皮上面 淋在肉汁裡頭 然後濕濕濕濕這樣 它也不要太濕 讓它濕濕這樣子 好 這時候呢 如果不吃香菜 你就不要放 要吃香菜 你就放進來 翻在一起 來我們看一下一個模 你看這個 用新刀子 把它切開 用小心 它會冒熱氣 好 你看這個模 這樣子 好 我們就夾進去 好 外面它有一定的那個 那我們自己要吃 就可以放多一點 但是 我那天吃的那個肉夾模 它料也放很多耶 我覺得就很 接著吃的一個就很夠 很夠贏了 好 就這樣子夾著它 好 放在上面 它會跟 真的 我排在這裡好了 來讓你們看一下 我繼續來夾 就是陝西西安的老同關的蠟枝肉夾模 就這樣完成了 來 我們來看一下老師拿 拿它在手勢啊 這樣喔 我們朋友是不是已經看清楚了呢 好 買就是 朋友講 買一堆麵粉堆起來 開始來 做這個夾模 做起來 放在冰箱 冰凍 解凍之後呢 要吃之前 放入烤箱 把它烤酥脆 然後你夾任何東西 焢肉啦 或者是 東坡肉啦 或者是我講的 漢堡包的肉 肉餅啦 素的也可以 沙拉也行 夾生菜沙拉也都可以 馬鈴薯沙拉都行 夾任何東西 你就可以吃個飽 然後只要做一道湯 或是喝個飲料也行 那我要吃的更酥 我裡頭會再夾點油酥 那就會更加的好吃了 當然啦 健康的關係 是那麼有 也沒有關係的 好 那老師今天的 就是 仔細的蠟脂肉夾餅 就完成囉